民進黨備戰年底選戰 那麼雙北還沒有亮牌 外傳殷熙人馬已經準備好要雙北全拿 我們先看的是在新北 將提名是立委 傳出是羅智正 那麼臺北則是提名衛福部長陳時中 蕭閒事也說了 這殷熙是權力抬照 已經幫陳時中 限制已經選好競選的辦公室地點 備戰年底選舉 民進黨臺北市長人選還沒亮牌 但殷熙人馬已經相當有信心 認為會徵召衛福部長陳時中來參選 甚至傳出 已經幫他找好辦公室 就是為在長安東路上 這棟與小營教育基金會的同一棟大樓 我想這個都是 應該都是誤會 應該都沒有的是事情 因為目前陳時中 一切還是在做好防疫的一切 殷熙立委矢口否認 但地方早就傳得沸沸揚揚 民進黨和國民黨 兩大黨的台北市黨部主委 也緊盯陳時中出場 真的是會被提名的話 當然他們預先有一個辦公室 也是正常的事情 他們總是要有一個開會討論的地方 那找好一個辦公室去做前置作業 也無可不回 我覺得他對長安構成有很大的威脅 你不會啊 我們原來一開始就把我們的競爭對手 設定為獎 陳時中 藍營強調早就把陳時中視為假想敵 根據美麗島電子報最新民調顯示 陳時中帶領團隊的防疫表現 滿意度從四月六十三點九的最高點 五月下降到四十八點九之後 六月底鼓底反彈到六十二點五 不滿意度也只剩下三十四點七個百分點 有地方人士更突入 已經有立委層級的明代 默默在幫陳時中組織團隊 我想時間其實剩下不多了 那不管是高鐵來了要搭車 不管是火車來要搭車 其實就是做好準備 車子來了就要搭車 車子來了就要搭這一週鋪排的火車高鐵論 似乎吐露台北市綠營基層已經準備好 就等黨中央最後宣布 記得廖凱正 李俊宇 台北長官報導 車子來了